之前呢我买了一个游戏用的台式机 买了一个罗技的502 light speed 它的滚轮呢也是可以调整那个滑动的感觉的 可以在段落感和比较湿滑的感觉之间切换 然后呢它还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整这个鼠标的重量 这样你拿起来放下去的时候手感会感觉更好 这个鼠标其实有一个很大的bug 就是充电 它充电的时候呢是一定要连着一根线 然后这根线呢它是有一个特别的造型 所以你拿一般的鼠标线是插不进去的 然后它每次充呢大概用个一两个星期或者三个星期 它就可能会没电 这个时候呢我就发现罗技还有这么一款产品 就是它是专门用来解决它生产的这个鼠标的这个痛点 就充电 但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他故意的还可以卖这么一个东西 它长得呢像个鼠标垫 但实际上呢它可以把你鼠标放在上面的时候给你无线充电 我这个呢是在亚马逊上淘的二手 所以盒子是有点不太整齐 然后它里面呢大概是有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它有充电功能这个底座 然后上面呢它可以放两个鼠标垫 其中你可以选择要么是放硬的垫 或者是软的垫 它里面好像自带两个都有 打开以后呢你们就这个两个垫子 就放上面的垫子 然后呢这个垫子也好像有点不太干净了 到时候擦一下 然后下面是这个底座 这个底座我就有点担心 会不会把我给弄出电或者不知道 但好像应该不会吧 然后有一根线是连着这个鼠标垫的 然后呢最后还有一个这么一个小东西 可以放在你鼠标上实现无线充电功能 然后鼠标垫两个坐在一起放好 我这个桌子可能空间正好 要不然就放不下了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线插上去 它就是一根普通的USB线 然后它连着这个鼠标垫的时候 你可以不用再连着那个鼠标 自带的那些蓝牙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 这个插口的造型也非常的专用独特 也可能不能随便换了 插好了之后呢 这个鼠标垫上面这个灯机就会亮起来 然后它那个机下面还有一个小的白灯 当你把鼠标放在上面 站在中间的时候 那个白色的灯也会亮起来 然后为了实现无线的这个功能呢 它这个鼠标下面本来原来用来加重了这个小的吸盘 要换成它这一次专用的这个小的底座 然后上面应该就有两个地方可以专门传输信号呀 或者是传输电灵 你这样把它放进到会自动的吸对位置 好了放上去了 那个机下面那个白灯也亮了 Explorer 然后鼠标就可以正常使用了